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最多的新年励志是什么 你们猜得到吗 美国的新年励志排第一的 几乎每年都排第一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美国人排第一的新年励志是减肥 都是减肥要健身要降低多少体重要增加多少肌肉 都是这一类的 他们也是最没有毅力的在这方面 你看每年新年以后 健身房里都是人满为患 所有的跑步机上都有人在那跑 然后到二月到三月就没了 健身房就开始空空荡荡的了 然后第二年他也重新来过 排在第一的是减肥健身 排在第二的呢 通常也不变是什么呢 是关于什么旅游啊存钱啊这些事情 因为美国人他们是不存钱的 不存钱又想旅游 到旅游的时候觉得钱不够 所以他们就立个志说我要存钱我好去旅游 近年来又多了一件事情 很有时代感的一个新的新年励志 你们知道是什么 是说要戒掉手机上瘾 因为现在的人太喜欢把时间都放在手机上 一家人过节在同一个房间里 爸爸孩子都各自看自己的手机 都很少交流的时间 这是很可悲的 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件事情 也是很可悲的 就是说新年励志能够达成的不到百分之八 所以励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励志力的多能做都做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呢有特别就用这个题目 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想想 我们新年里要立个什么样的志 盼盼我们都在基督里做新人 在基督里做新人 在新年里有新迹象 谈到这个新人 我们想到过没有 什么是人呢 人怎么定义啊 虽然我们都是人 我想大家都不否认 我们都是人 但是人的定义是什么 在创世纪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写得很清楚 讲了人的由来 人是怎么来的 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 用他的爱 用他的智慧 用泥土造了人 用泥土造人 然后呢 重要的是吹气在他的鼻孔当中 他所造的那个第一个人 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人的灵是人 作为人最宝贵的地方 这个灵在人身上的时候 人是活的 当这个灵离开人的时候 人就死了 人最宝贵的是有灵的活人 人要是没有灵的话 那是行尸走肉 人的智慧和善美的地方 都是从神这位创造者来的 那么离开了神的启示啊 人很难认识自己的 就是人认识自己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认识自己是 什么是人 从哪来的 非常的重要 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人就不认识自己 这句话挺重要的 我重复一次啊 人若是不认识神 就不能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是从神来的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英国有一所大学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所 反正是材料这样写的 英国有一所大学 有一个生物系的教授 这个生物系的教授呢 他是个无神论者 他不认识神 他呢 坚持人是进化的 所以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就给人下定义 他是这么下定义的 他说什么是人呢 人是两条腿 直立行走的动物 听清了吗 他说人是两条腿 人是两条腿 直立行走的动物 他把人定义成动物 那学生也很聪明啊 学生说人是两条腿 直立行走的动物 第二天学生来了 带了一只公鸡给老师看 老师你说他是什么 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 难道他是人吗 这个老师一看 被学生问住了 老师一时发囧 老师接着说 哦 他说人是两条腿 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 他说人是无毛动物 那学生也不傻 学生立刻就改了 学生把那个鸡拿回去 把毛给拔了 就拿回给老师看 说老师这个鸡现在变成人了吗 他还不是人吗 对不对 这个认识人是很不容易的 人从我记得这个几年前啊 在中国的百度网上 他是用这个文化学和行为学 这两个方面来看人的特征 他们来看人的特征的时候呢 讲了一件事 他说人呢 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动物 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人有复杂的语言 人是有复杂的语言 可以表达自己 可以互相的交流的这样的存在 人对语言的依赖程度 是其他的生物都不能比拟的 你听鸟叫 你会觉得鸟有鸟语 那也不能跟人的语言相比 这大家都同意吧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语言非常重要 那也是根据读者文哉的资料 他说呀 在英语世界里 一般的男人每天平均说多少个字 你们知道吗 听说过这个没有 说男人平均一天说一万五千个字 多不多 男生还觉得不够多 男生一天说一万五千个字 太太就会看看先生你说了这么多没有啊 那你们知道女人一天说多少字吗 统计资料说女人一天要说四万个字 所以女人比男人说的话多 男人一天说一万五千个字在公司全说完了 回到家不说了 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啊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 你说人前人后 说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 这件事是不是很恐怖的 你当着人前说的话 和在人背后 或者在很私闭的地方说的话 每句话都录下来 这边也有嘛 就现在你给那个一个电话公司打电话 或者给一个商业部门 技术服务部门打电话 你会听到他那边说 说for service reason for quality control reason this conversation will be recorded 他会告诉你说 你接下来打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 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就像这样的把你的话记录下来那样 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 这是很让人恐怖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话语上常常都会有问题的 对吗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真有这样一个录音机呀 你们信吗 都很迷茫的看着我 信还是不信呢 这件事有圣经的根据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耶稣讲的 耶稣怎么讲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就是你平常说的那些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共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恐怖不恐怖 神的录音机 会把你不经意的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 将来说的每一句话也都会被记录下来 然后呢在审判之日成为证据 我们能不谨慎我们口中所出的话吗 所以我原来题目用的叫新语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盼望大家都注意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 如果今天我在这讲道 讲完道回去你就骂我 说我讲的不好你就当心了 这个话要被记录下来的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 开玩笑啊 你是可以骂我的 但是要记住我们说的每句话 都会在神的审判台前被供出来的 那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 丽娜帮我们读的第三章一到十二节 就是关于人口中的舌头和舌头发出的言语的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篇信息当中呢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二零一九年 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在灵命上长进 在灵命上长进 那要反映在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上 愿我们所出的话语是新的 这个新的话语代表了我们成长中的新人 我想这段经文呢 不是很长 我想请大家呢 再一段一段的跟着我 来读今天的经文 先把它整个再读一次 读的时候一边读一边思想 刚才 利纳是帮我们读 我们自己也要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麻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呐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呐 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又读了一遍 这封经文是选自雅各书 雅各书是一封信 雅各写的 大概写在主后的45年到48年这段时间里 这封信呢 也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 这封信是写给整体的基督徒的 写给当时流散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 犹太信徒的 我们知道在新约中有好多个雅各 比较清楚地记载下来的就有四个雅各 有两个是十二使徒当中 还有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使徒 使徒犹大 不是叛徒犹大 使徒犹大的父亲 他叫雅各 还有一个呢 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 肉身的是弟弟 也叫雅各 在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里讲到这些事情 使徒行传的前面讲的是彼得的事情 到第十二章呢 就开始讲到雅各 雅各呢就是耶稣的这个肉身的弟兄 雅各 他继承了彼得成为了耶路撒冷众教会的领袖 那这个时候 在当时的基督徒是受逼迫的 受逼迫的 然后他们被迫从耶路撒冷分散了 分散出去走到各地 然后大的聚会没有了 变成了小的聚会 那这个 对于领袖的要求就更高了 这个时候呢 雅各呢就给那些 四散到各处的 比较零零星星的 希腊文叫Diasporal 就是一种散居的基督徒 给他们讲解 鼓励他们 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 大家都知道雅各书 特别重视信心跟行为的关系 对吧 他特别强调 你有信心 必须得有行为 所以雅各书 也被称为基督徒的行为手册 就是你做个基督徒 你当怎样活 信心是怎么样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思想的呢 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当怎样讲话 你当怎样讲话 要认识口舌 分成三个方面 我们来思想 第一个 这是我刚才写的提纲 是一封书信 写在这个时间 写给散居各处的犹太基督徒 有四个雅各 是主的兄弟雅各写的 它是一位行为手册 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两节 他说 我的弟兄们 他讲的行为上的要求 说不要多人做师父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每个人都在言语上有过失 如果你在言语上 话语上没有过失 你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看第一个方面 讲到口舌的出来的言语 是要受审判的 口舌之言 是难逃审判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中 刚开始出来的这个词 讲到的就是不要多人做师父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什么 因为教师将受更重的判断 在神的审判台前 什么意思啊 这个师父 刚才经文章的师父就是老师的意思 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大家知道还有一个称呼 称这些老师是什么 就是拉比 犹太人呢 就是那个戴着大黑帽子的 大黑边帽子的那个 那是拉比 他是犹太当中 犹太人当中 最受尊重的那一群 所以犹太人呢 那个男人从小 他大概家里教育他 还有他的那个梦想 就是要做拉比 因为拉比是特别受人尊重的 我上大学那个年代啊 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唱歌的人 叫张帝 皇帝的帝 有人知道他吗 有人知道张帝啊 你们那么年轻也知道张帝啊 这个张帝呢 可能他的录音带会流传下来 是吧 张帝是一个叫做极致歌王 就是他会反应特别快 然后呢他会在他的演唱会上啊 就是说你临时给他递条子 你递上个条子 他一看你的条子 就把对你条子的问题的答案 用歌唱出来 是不是这样 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啊 然后张帝特别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人递个条子 那个条子说 你的妈妈跟你的老婆都掉到水里了 你先救哪个 你们记得这件事吗 妈妈跟老婆都掉水里了 你先救哪个 这个人提的问题够损的啊 这是挖了个坑上 他往里边跳呢 这个 他的回答呢 他是真的回答得特别快 他被问到这个问题以后 他马上的回答是说 我先救妈妈 大家刚一愣以为 说这不是对他的老婆来说 他老婆要骂他了吗 他说了 他说因为我老婆会游泳 他说老婆会游泳 所以呢我要救妈妈 他是把它变成 他一个具体的情形 我记得后来 这就变成一个经典问题了 很多时候 甚至电影里 都看到这样的桥段 就是婆婆跟媳妇 就是妈妈跟妻子 同时逼问那个可怜的男人 说我们俩都掉水里 你到底先救哪个 弟兄们你们怎么回答 救妻子 说什么 救妻子 你妻子是不是就在你边上 我妈也在你边上 你妈也在你边上 妈妈不打呀 后来 后来我听说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 妈妈在这儿问 妻子在这儿问 你呢 要抓着妻子的手 看着妈妈的脸 抓着妻子的手 看着妈妈的脸 说当然是先救你啦 说这是当时的标准答案 你很难办 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我说这是想告诉大家 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也有这个问题 而且是写在他的教科书里 写在他的教程里的 说拉比和你的妈妈或者是妻子都掉在河里了 你必须先救拉比 对犹太人说 这不是问题 说一定要先救老师 所以拉比是如此的受人尊敬 因为拉比如此的受人尊敬 所以人人都想当拉比 但是雅各特别说 当心点 你不要想着做老师 因为老师是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你想拉比讲了好多的话 那我今天站在这讲到 也是一种这个教师的位置吧 我在这讲的话的时候 我将来要受更重的判断 我一边讲一边后背发凉 就是说神要用你讲的话来判断你 他要求我们是心口合一的人 一个拉比怎么教导 你也要做 至少要朝那个方向努力的去做 你不能教别人一个方向 你自己做另一个方向 老师必须在生活中 在灵命的成长上 身体力行 以身作则 做众人的榜样 这话特别是讲给传道人听的 传道人啊 主日学老师啊 讲给这些人听的 但是这句话是不是就跟我们其他的不做老师的人无关了呢 不是的 请大家注意看刚才的经文啊 刚才的经文 你看第一节 他说第一节起始是怎么起的 我 我的弟兄们 他用我起的 但是后半句呢 后边说什么 因为晓德 后边怎么说的 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他后边说的不是他 他是个拉比的角色 他后边是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受更重的判断 为什么 因为 首先是因为人人都有话语的过失 而且 也因为人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老师 你在家里你要不要管孩子 你要管孩子 你就是他的老师 你在教会 你是不是做主日学的带领人 你是不是做维持秩序的人 你是不是做小茶厅带领人 或者你是不是在公司里做老板等等 你总是有教导的位置的 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位置上 你都或多或少的 会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神要我们特别注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 而且他提醒我们说 每个人都有话语的过失 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你们同意吗 你们不要在下面迷茫的看着我 你要绝对同意你就点点头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个要想到我们自己的 因为圣经上说 如果你是没有过失的人 你就是完全人 我们中间有完全人吗 谁是完全人可以举个手吗 还是不要大家举的吧 世界上没有完全人 我们不要说完全人了 我们常常求谁说主啊 你有怜悯不要让我完全不是人 对不对 说我们哪敢说我们自己是完全的人 没有完全人就说明我们的话语上一定是有过失的 因为若是完全人 他必然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 话语上有过失特别容易 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 在芝加哥的教会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中国短宣 我去中国短宣完了以后回来 从中国大陆回来 飞了十几个小时 也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回到美国教会去 到了以后马上去参加团契活动 人家看我就晕晕乎乎的精神憔悴的样子 结果过了一天 过到星期六我休息了一些 然后到星期日我在参加主日的时候呢 我大概就恢复了不少 那会儿还比较年轻一点 恢复了不少 所以一个姐妹看着我 她说华欣啊 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了 就是意思说比星期五好多了 她说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 好像回光返照了 你看这个人她就会说一些错话 边上她就说 你的中文都什么样 你怎么会这么说话什么 就骂她一通 那她不过是一时口误啊 连口误都会很严重啊 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 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 雅各说的 雅各说的 人人都有说话 错话的时候是讲什么呢 是讲那个过失 那个过失的原意是什么呢 那个过失的希腊文的原意是半导 人人都有说半导别人的话的时候 愿我们每个人都自省啊 都当心啊 即使是我们在蒙了主的恩典之后 我们仍然会在行动上得罪神的 口中也可能说出半导别人 也半导自己的话的 所以得救之后的这个成长之路 不能一步跨越 我们要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赐下格外的恩赐来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向神祷告 向神求 给我们特别的恩赐 让我们可以在口中所出的话语上成长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想到口舌之言很重要 难逃审判 老师会受判断 人人都会有问题 要好好的下功夫 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看下面啊 下面这一段呢 我们也是分开再看看这些话 他前面讲到这个 他用了两个例子来讲口舌的这个威力 和他不容易管住 他说你要管住一匹马 就要把脚环放在他的嘴里 然后你要管住一支大船 你要用什么小小的舵 那个舵就像舌头一样 你要能管住他 才能够有好的结果 所以让我们知道口舌之害 是不可轻估的 你们不要觉得今天我们说几句话 也看不见也摸不着 说完就完了 不是 口舌之害不可轻估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第三节第四节 就讲到口舌的威力 可以是非常非常大 他的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 我想起我姐姐 我有个姐姐比我大六岁 我姐姐文革的时候呢 去内蒙古 中国的北边 内蒙古去插队放羊 他本来是北大附中的学生 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毛主席一声令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他们就被发到内蒙古去放羊去了 他在那放了八年羊 后来回来上了人民大学等等 那是后来的事情 他在那放八年羊 有一次 有别人把一匹马寄存在他的圈里 他们都有羊圈也有马 他把一匹马寄在他那儿 那匹马呢 蒙古人叫做 就是内蒙古的那些蒙族人呢 叫做生个子 生个子 什么意思就是说 是生马 没有训练过 没有驯服过的 我不知道说清楚这意思 就马是要训马的 你训了马以后 你才能骑那个马 他才听你的话 那匹马是从来没有被训过的 就人家寄存在他那儿 说你帮我喂喂 我出去几天 结果他那天就来了兴致 他们那时候都年轻啊 他们都是这个 都很能骑马 觉得人骑在马上特别威风啊 觉得是这个 好像那个古时候的花木兰一样的那种 那种感觉 所以他说这个生个子我从来没骑过 这个放到我这儿了 我骑去看啊 他也想寻一寻这个生马 结果 他就骑到那个马背上去了 他刚一上那马背 那马就疯了 你们见过那个斗牛吧 马你们见过 斗牛见过 就像那个牛一样 那个马就开始 开始上下地跳啊 就上下地跳 开始撅啊 这个这个 就很凶的 马的那个幅度比牛的幅度还大 马上来哐哐一下 我姐姐又不是专门放马 她是放羊的 结果那个马 这么跳了 两下就把他给掀下来了 他从马背上就给掀下来了 掀下来就还不算啊 要命的是什么 他还有一只脚留在马灯子里 人掀下来到地上 还有一只脚 陷在马灯子里 没有出来 你们知道马是 对付人是先跳 把那个马背上的人给掀下来 第二步他要做什么 第二步他就要跑 他就要疯跑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被掀下来了 人就拖在地上 脚又抽不出来 马如果疯跑的话 他就会被带着疯跑 那人就会被拖死 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啊 那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个远处有一个牧民路过 看到了 飞快地跑过来 那个马正要跑 他就扑上去抓住那个马的脚环 就是勒在马的舌头 勒在马的脚 抓住还抓不住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身体的重量 都标在这一个脚环上 这个一百多斤的人 全都标在那边 终于把那个马给勒住了 所以我的解决是因为这个是死里逃生 后来我又能见到他 回来讲的这个事件的时候给我们吓坏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他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说是口舌的威力非常大 而且控制口舌才能掌握生死 你看接下来的这个第五节啊 第五节怎么说 他说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 但是却能说大话 然后而且呢 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还讲到呢第七节讲到说 说本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制服了 第八节却说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想我们口上没有这么觉得过 但是圣经当中 居然把我们口中这个舌头 说得这么恐怖 它不光有巨大的威力 而且它可能带来极大的毁坏 它不光是powerful 而且它是destructive 想想看也是 在教会里啊 人之间互相伤害 你不需要做什么事了 你就说说大话 吹吹牛 然后呢 说说别人的坏话 这个关系就破坏了 对不对 这个吹牛 说谎 这个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这个 这种流露出来的那种 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不信任 还有人的那种骄傲 是具有非常大的毁坏性的 而人 亚当下巴最早的犯罪 是哪来的 就是骄傲 骄傲嘛 自己想当神嘛 骄傲 使人与神隔离 骄傲 当他从嘴上表达出来的时候 也使人和人产生矛盾 在教会里边 长直同工和传道人和各项事工的同工之间的 这个矛盾 常常是从口中来的 我盼望我们这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当心 当这个罪从口中出来的时候 首先污染的是自己 然后就污染周围的世界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雅各 怎么形容这个口中由舌头出来的这个罪恶呢 他说是火 这火不是圣火 这火是毒火 是地狱之火 这样的火带来毁灭 他是用这些例子 用这些比喻来告诉我们 口中的话重要 口中说什么 这个后果很严重 不要让口舌成为我们的网罗 口舌是有可能成为网罗的 给大家讲个历史故事啊 1825年的12月 1825年的12月是一个寒冷的冬日 不像咱们这南半球 12月是暖和的日子 在北边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刑场上 那是北半球 寒冷的冬日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Riley F 就是中文可以把它翻成叫瑞利也夫 这个人呢 被押到了这个刑场上 他呢 领导了一个推翻沙皇的起义 但是他起义失败了 他领导推翻沙皇起义失败了以后 被捉 然后他被判处了绞刑 这个Riley F 这个人呢 身材高大 身材高大 像武将一样 身材高大 壮硕 也有点肥胖 那么他被初始绞刑的时候 身子绑着 然后弄到那个行刑的凳子上 头上 这个脖子挂上 这个脚锁 脚锁 然后挂好了以后开始行刑 人一脚踢 踢开那个凳子 他就 他就掉下去嘛 结果他长得太壮 太胖 太重 快到一下掉下去的时候 那个脚锁 那绳子断了 绳子不堪重货 挂不住他了 那绳子断了 结果他就从脚性架上 就摔到了那个冰冻 冰冻冻冻冻的很硬的那个地上 大冬天摔在那儿 就摔在那儿 这么看来这个体重重点还有好处啊 连这个脚都没绞死 所以大家不要贸然减肥 哈 他这个 他放了一下摔在那儿 很重 摔得很痛 结果这个人呢 马上 马上很自然的 不究不经思索的 就有一个反应出来 他就开始抱怨 那个嘴里出来是抱怨的话 他抱怨什么呢 他说 俄罗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连个绳子都不会做 绳子不会做 把他摔在那儿了 按说把他摔在那儿 比他吊在那儿好嘛 对不对 他说俄罗斯什么都不会做 绳子都不会造 这个时候行刑对的人呢就乱了 因为在俄国 在别的大概在西方都有这个文化 就是说你审判一个人 对他行刑 只能行刑一次 不能行刑两次的 你说我判他绞刑 或者是判他什么刑 你只能做一次 这绞刑已经被实行过了 已经执行 结果人家没死 那按照规则怎么样呢 这个人应该特赦 按照规则 你行刑了一次 你都没杀死的人 应该放他回家 所以他本来是有一丝生机的 这个行刑对的人 立刻派人飞跑去报告沙皇 说你要杀的那个人 没杀成人家在地上摔了一跤而已 但是沙皇很不高兴 沙皇很恨这个人 很不高兴 很不希望他因为这个 就逃脱了死罪 这沙皇就留意 就问了一句说 他摔到地上以后 他说什么没有 那时候他说了 他说我们不会造绳子 那沙皇就说 那好 那我们就让他知道 我们会造绳子吧 于是把他又挂在绳子上 第二次把他掉 把他给掉死了 后来这个事被记下来 人家说一句无意的话 就葬送了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想到今天讲的 就是说 这个话可能是 一句话可能就是有关生死的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六节 说什么 生命的轮子 生命的轮子 这是在希腊 希腊人的文化当中的说法 希腊人观察到四季轮转 春夏秋冬一直在轮转 他们觉得生命像一个轮子 不断的周而复始 不断的周而复始 一年一年一天一天在这转 然后他讲的说什么呢 他讲到这个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那意思是说 当我们的内心有问题 我们说的话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污染我们生命的全过程 每天都会被它污染 所以这是特别当心的事情 根据统计 说一个人一生 正常的活完一生的人 他说的话全都记录下来 可以成为一个有一百五十万册图书的图书馆 想到过没有 把你从小到大的被一句话都记下来 一百五十万册图书的图书馆 每册书有三千页 你想想这话它有多少 我今天在这说这么多话又填了好几页 对吧 人一天要说很多的话 那我们信主之前这个说出来的话的那个书卷 我们不能改了 信主以后我们说的话 大家要说造就人的话 要说传福音的话 要说赞美神的话 让我们的语言是合神心意的 但是这个呢 常常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你看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 说我们用舌头赞美主 又用舌头来咒诅别人 赞美和咒诅的话都从我们同一个口里说出来 这是荒唐的 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它让我们特别注意舌头这件事 平常说的这些话这些事上 反映出我们的罪性 不能一口两舌 这是提摩泰前书 大家知道提摩泰前书有一段 讲这个教会当中做执事的 这个qualification 讲他的这个 做执事的这个要求 提摩泰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什么 说做执事的人必须端庄 后来说呢 不一口两舌 一口两舌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你这个舌头是一致的 不是一会说赞美 一会说咒诅的 那叫一口两舌 加尔文说过一句话 加尔文说啊 他说人口中的那片肉 他都不肯叫他舌头 他说人口中的那片肉 他说那片肉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过犯 这话说的重不重吗 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舌头 他说这个舌头包含了世界上最所有的过犯 因为耶稣说了 入口的不能误会人 什么样能够入误会人呢 出口的那也能误会人 他说出口的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才误会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什么呢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盗 妄证 傍读等等 这马太弗一十五章里说的 所以特别当心我们口中说的话 不经意地说的每句话都要被神记下来的 我们被神得招以后 我们的口要改变 我看看我们说清楚这个意思 我们看最后这个部分 第三部分 前面讲的是口舌之言要遭审判 现在讲口舌之害不可轻估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节 这两节呢 实际上是提了问题了 他说 一个全眼里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甜水 咸水里能发出甜水吗 这都是问题 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是yes还是no 你们的回答是什么 都是no 非常清楚啊 我想没有人说yes的 但是我们从这就想到了什么呢 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问题的根本是全员 口舌之源必须更新 提了两个问题都是讲全员 全员的问题 全员的问题 他出来的是什么 是由他的全员所决定的 一个信主的人 应该是一个属神的全员 流出来的指应该是甜水而不是苦毒 一个信主的人又像一棵树 他所结的果实是好的果实 那么一个属主的人 就应该有属主的 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 我把这个放在荧幕上 我读给大家听 请大家看一下 属神的人身上应该有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那个品格中有圣灵所结的果子 口中要有嘴唇的果子 就是颂赞的记 这都是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 但是很难做到 想想看 刚才我们读的第八节 雅各是怎么说的 说舌头太难缠了 说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你想你会例外吗 我会例外吗 他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第三章第八节 这好像说我们对他没有办法 那在英国 英国有一个乡下有一个墓地 被人看见有这样一块墓碑就蛮有意思的 以前教会都是前面是教会 后面是墓地 教会会有完了就葬在墓地里 那墓地里有一块墓碑 我把它翻成中文 碑文是这么写的 说石头之下泥土之中 躺卧着Arabella Young女士 这是死的那人的那个名字 躺着她 后边的话有意思 她说 从五月二十四日起 她勒住了自己的舌头 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她死了 她的舌头终于停止了 这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死亡 是管住舌头的最终手段 如果你把这个经文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你想象成一个法庭 想象成一个法庭 这个法庭有一个被告 这个被告是谁啊 这个被告就是舌头 那原告是谁呢 原告是雅各 雅各写了这么多话 都是骂舌头的 对不对 雅各是原告 然后他去告那个舌头 告给谁听呢 那个法官是上帝 然后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和我是什么人 是观众 对吧 我们再看 这个雅各在这就告 舌头 不止其他恶物 然后呢 上帝再上 就说上帝你来审判他 舌头 舌头我们都在这看 我们都在这学功课 对不对 那很明显 那很明显上帝对舌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宣判是什么 是有罪 而且是什么 罪名成立 判决是死刑 是不止息的恶物嘛 死刑才能够让他 让他结束 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是很恐怖 也是没有解的 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每个人都咬舌自尽吗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舌头隔掉吗 显然不是 所以雅各很智慧 雅各把这个最后用这十一十二节写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是说 我们要管住舌头的问题 必须得从源泉的根上解决问题 这不是说话技巧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说话的源泉要改变 说话的源泉怎么改变呢 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这个事情 上帝爱我们 他把耶稣基督派到世上来 让他降世在人间 为你为我的罪死 他就更新我们生命的能力 我们要做的 是要打开我们的心 让耶稣进来之后 而且让耶稣基督那个圣善的灵来掌管我们 就让我们里边的全员改变 我们说出来的话才会改变 大家同意吗 所以我们真正要说的 真正要关心的明年一年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更加的来 来爱我们的主 来追寻耶稣基督 十字架 后边是怎么说 是最深灭绝 最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在旧约里就有这样的预表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马拉 过了红海到了马拉 走了三天路到了马拉 没有水喝 到了马拉那水一看挺好 然后一喝 又吐出来 是苦的 那摩西向神祷告 神跟他怎么说的 砍下一棵树投在那个水泉里 那个水泉本来是苦的 但是投进去那棵树以后呢 那个水泉变成田的 变成田水泉 那个意思是什么 这棵树就代表十字架上的耶稣 预表十字架上的耶稣 十字架上的耶稣 十字架上的耶稣投到原本 那个不好的那个泉源当中去的时候 那个泉源就改变了 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个变苦为田的树 所以大家都知道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你们都会背吧 它是说 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根本上的改变问题的方式 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努力管住舌头的 你不要企图 你说我每天努力要求自己 严格要求自己就能管住了 其实做不到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在基督里 每天通过读经 祷告 通过团祭 敬拜 通过服侍 通过宣教 让我们跟主的心接近 让主的心在我们里面活 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有那个新人的样式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这个意思没有啊 若是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要让基督掌管我们 所以我们说来说去 说到根本上了 就是要在读经 祷告中 越来越像耶稣 这样才能管住我们的口 我们在加州那边 他们说碰到过一个 中国河南来的老奶奶 九十多岁了 那个学生团契的人就去问老奶奶 问他说 哎呀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啊 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病痛啊 你不怕说什么 那老奶奶 回答的话永远是四个字 他说我们怎么来改进我们自己 他就永远说四个字 第一个 肚警 祷告 你说什么他最后都告诉你 肚警 祷告 肚警 祷告 他说了一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原则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二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了 二十年前我和清林和我妻子 我们两个人参加一个中国基督徒 在北美的这个灵命与使命研讨会 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从中国来的老弟兄 八十多岁 他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然后那友谊区 主要的人都是北美的 牧者 传道人 还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 我就是教会的一个弟兄 我就去参加那个会 那个人呢 用现在的话说 有极其强大的气场 现在讲话叫气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走到他跟前 跟他一头上 他就这样站起来看你 然后你就被他镇住了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 你就觉得被他镇住了 他就这样看你 他的那个眼睛啊 清澈明亮 八十二岁的老人 眼睛清澈明亮 像孩子一样的 非常清澈的看着你 那种那种纯洁 那种圣洁的光 我就没法用语言表达 你去了你就觉得 哎 被他镇住了 在那儿 然后呢 他跟你他祷告 你就感受到一种 从天那儿来的力量 然后你跟他交谈 那人姓黄 我们叫黄伯伯 我来说黄伯伯 跟他说话呢 又觉得特别亲切 又觉得特别亲切 虽然气场很强大 但是很亲切 你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按说呀 他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农民 普普通通的农民穿着很简单 然后他脚上穿着一双呢 我们北京人讲话叫老头鞋 有人知道老头鞋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没有鞋带也没有 就是一个口 你就穿进去那种鞋底 是那种纳的 好多层 那样的 农民才穿的那种老头鞋 特别简单的 就是黑的白底 这样的一个老头鞋 那跟他在一块儿 让我们这些穿着西装的人 西服革履的人 觉得衣衫蓝褛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回答跟太太说这件事情 她也说 她说我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他就跟人不一样呢 于是我们俩就一块儿去找这个 黄伯伯 我们在一个研讨会上去找她 趁着休息的时候就找她 说黄伯伯咱们交通一下 就问她 说黄伯伯 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没有啊 因为她的那个样子 我们很羡慕 很羡慕她的样子 说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没有 这个黄伯伯呢 非常平静 缓缓地说出了一节经文 她讲到秘诀 今天把秘诀告诉你们了 你们记得 这个秘诀呢 是这么说的 这是她说的经文 彼得前书三章十节 这个在旧约当中也有 这是在新约当中的引用 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一节吧 这一节是秘诀 跟今天的经文有关 请大家一起来读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眼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再来一次 稍微快一点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眼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简单吧 就这句话 震动了我们 她就讲说 她说这句话呀 她第一次读到这句话 是她二十二岁的时候 她跟我们讲的 她已经八十岁了 八十二岁了 她六十年前 年轻的她读到了这句话 当时她的心就被震动了 因为这句话讲到说 生命和美伏 必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眼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于是她读到 第一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她被感动了 她就在神的面前 祷告 跟神立誓 她说神啊 你帮助我 我愿意做一个口中不出恶眼 嘴唇不出诡诈的话的人 她说我愿意用一生来到你的面前 与你立誓 与你立一个约 你帮助我 让我做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 这个黄伯伯 黄长老啊 他非常平静又感恩地说 他说靠着主的恩典 他说我守住了这个誓言 六十年 六十年 他在神的面前 他问心无愧地说 他没有说过 鬼诈的话 没有说过 恶言 不是说他说的每句话都对啊 那倒不也不一定 但是他没有说恶言 没有说过鬼诈的话 我不知道说清这意思没有啊 我是当时非常的感动 像六十年啊 六十年呢 一句都没有 那你们会想 这个人一定特别蒙福吧 因为说的是愿想美福嘛 他跟神立约 神一直祝福他 所以他这六十年什么坏话都没有 他说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嘛 不是啊 他在国内待着 他在国内传道啊 因为传道的缘故 他坐过将近二十年牢 十九年大牢 坐下来 他没有说过恶言 他没有说过鬼诈的话 因为信仰的缘故 他能够面对十九年的牢狱之灾 经过了火的考验 而没有烟熏火燎的气味 这是什么 这是基督徒的那个心香之气 那天 我永远忘不了跟他说话 那天他教我的这些 所以我后来在读雅各书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真正的 被主更新了的新的生命 会有一个新的样式 盼望我们也跟主立约 从现在起 不出恶言 不说鬼诈的话 新年要有新的面貌 新的长进 在基督里做新人 有一首诗 这么说 一句粗心的话 启发争端 一句残忍的话 败坏名声 一句苦毒的话 注射仇犯 一句野蛮的话 伤人入骨 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不管过去怎么样 在今后的日子里 传言 闲言 谐言 论断 攻击 争吵 一切不敬虔的话 都要闭口不说 而赞美神造就人 传福音的话 要多说 要藏在口中 一句恩慈的话 使崎岖变为平坦 一句喜乐的话 让黑暗转为光明 一句合一的话 化紧张为轻松 一句爱心的话 使创伤得痊愈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上帝的话 基督的爱心 从我们的口 和我们的行动中 表达出来 我要停在这里了 提醒大家一件事 也许我讲到这时候 你已经忘了 天上有录音机正在开着 天上有一个隐形的录音机 正在开着 正在录着 这个录音机 我们不能停机的 它没有stop键 你说stop 你不能停机 你也不能rewind 你也不能重新绕回来 你说erase 你都做不到 你要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主的灵来更新我们的灵 更新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的口舌得到更新 使我们的口舌得到更新 说出新的话语来 然后我们有更新的行动 来建造神的家 建造神的教会 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我们去祷告 盼望大家跟我一起说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 新的一年要来到了 求你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的来带领我们 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 敞开心 让你进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主做王 改变我生命的全缘 让我们的生命从里边得到改变 得到建造 让我们口中说出的言语 都是容神一人的话语 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建造 让我们的使命得以完成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